其实我觉得嘛 在中国考研还不如到马来西亚考研 因为在马来西亚考研 你是不需要去参加考试的 一定能够申请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位 其实我现在是在UTM读博士 也就是University Technology Malaysia 我现在拿的科系是计算机科系 我觉得如果是要拿到马来西亚的硕士文凭 或者是博士文凭是很容易的 你需要的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 唯一的难处可能就是在于 你要考到一个英文 就是一个level 等一下我会说到 所以你现在需要的东西 只是一个第一个 就是你要你的学识的毕业文凭 就是有被承认的马来西亚承认的 还有是你需要你的护照 复印的文件 还有报名费也是很便宜的 大概只是要马币110师 然后人民币大概只是需要176.6的人民币 还有你的一个人头像 那个人头像是要根据你的那个护照的尺寸 还有第五样你要需要的就是研究计划书 这研究计划书你只要写一个3到5月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些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拿到一个推荐信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有什么讲师 然后你选了那个讲师过后 你就让他写一封信 然后来举荐你 你就更容易拿到硕士学位或者是博士学位 一般来说很多教授都愿意守你 因为很多老师需要学生 然后还有第七样就是 你写一下你的工作经验证明 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可能在马来西亚考研的唯一的难处 就是只是英文的需求而已 可是其实算起来也不是很难的 大概在马来西亚你考一个半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通过考试了 在马来西亚的硕士有三种模式咯 第一种就是教学课程 就是全程都是在上课啊 一些课程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research program 多数是好像研究模式的 就是你做研究啊 你要写研究报告之类的 然后要写几张paper才可以通过 还有另外一个是mix mode mix mode就是讲两个就是一半是教学一半是研究 这个也是非常容易通过的 我建议选择教学课程 考取硕士文凭会比较快 而且比较有效比较容易 如果国师就只有一种模式而已 就是研究模式 可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拿兼职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来做研究 然后平常只是email你的老师啊 告诉他你的进展这样就可以了 研究模式在这里有分两种选择 一种是你可以全职或者是减职的 然后如果是你是全职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留在大学里面 可是如果是减职的话 你可以一边做工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家 也可以在马来西亚 可是如果你的讲师要求你见面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见面 可是如果你是教学模式 或者是研究课程的这两个mix mode 你就必须要留在大学的 因为是要上课的 我们这里是很好的 如果有时候那些学生啊 因为工作很忙啊 还是没有时间飞来马来西亚 你可以邀请你的老师过去来给你指导的 可是那个指导费你是需要付的 只是他的住宿费 还有他的飞机票的来回 还有他的吃吃和用用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留在你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你找的那个讲师啊 你就要跟他沟通 好了你说你是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的 一般来说啊 这里的讲师都是放养的 他就没有什么去理你啊 所以你要一直跟他保持联络 你要问他啊 你的进展 你告诉他很进展 你现在要做什么 他会给你一些指导啊 都是可以通过email啊 通过电子邮件来沟通 所以你可以一边做工 然后一边在马来西亚留学 然后博士学位在第三个学期 也就是一年半过后 就会有歪歪一次 然后有defense 然后这个考试的时候 他就决定了你靠底 可以不可以是继续读博士 还是不可以 你的研究计划 可以不可以继续再实行 有没有达到博士的水准 如果你不达别的话 很简单 你就下一个学期 再来考多一次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选老师的话 你就选那种 就是他的标准 不要很高的那种 就是很随便的一个老师 这样子你就很容易 就可以拿到那个学位 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还是硕士学位 当然你想要从他身上 学到的东西也是很少的 不过你拿到的那个 文凭的速度会很快 好在马来西亚 你有分两种了吗 一个是全职学生 一个简职学生 大家全职学生 硕士只要一年到 三年你就可以结束了 简直要到两到四年咯 博士的话 你找那种比较随便的老师 大概三年就可以毕业了 不过最长时间是六年啦 简直的话是四年到八年 如果你是硕士的话 就是教教学课程的 才有定时间 你报名的时间是有定的 如果你是研究的话 是全年你都可以申请报名的 然后你要申请的 网上也就是SPS 你就可以申请了 在网上就可以申请我们的学位了 有任何的疑问呢 你就可以信息留言给我 然后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回复你的 在网上就能够订阅